打准三这个事儿的你说 这个生命啊就像一堆豆腐章 说散花就散花 这咋着 劫难顺变 没事我能停不住 像一体告别 让我们画背痛为力量吧 画啥背痛 这没死啊 我这死了吗 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回光返照呢 哎呀返啥照啊 回大光那个病重 病重 怎么上医院呢 想上医院去 这兜里哪有钱 我愁坏了都咋整个 我都倒是有五百 老三哪 那你就比我强多了 是欠条 忘了吗 记性这么不好吗 像你们这种记性不好的人 你时刻时刻我就得提醒着点啊 哎呀 那个老三哪 嗯 这回我想起来了 就是去年呢 我还从你借五百块钱呢是吧 哎呀 这我这心里都一直不得劲 你们有钱给你 你看你兄弟病这样 有钱呢早就给你拿回去了 要赠你吧 那个等我把我们家的老母猪卖掉 我们把钱还给你 行不 不行 那实在不行 你就把那个老母猪赶走 就盯这个账了 行吗 更不行 你咋的行呢 你来干啥来了 啊 我病症让你不但不给我扔两个钱 你还拿借条来要钱来了 是人办钱吗 抄着啥 抄着啥 抄着啥你呀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咱们该人家的都还人家 人家钱不对吗 要钱不就非啥时候吗 非啥时候 我死了吗 我能欠着你的哦 别别别 你讲不讲理你 别别 等会儿 你们这两口干啥你这是 你这是什么人 快快快 你以为我来抄你要钱来了呢 哎呀 是这么回事 你们都误会了 你们家不欠我五百块钱吗 哦对 这是个欠条 我怕你们忘了提醒提醒 第二个意思呢 老秦这不是有病了吗 你说我们哥们一回关系这么好 我不得来看看吗 我来看我能空手来吗 我不得随点钱吗 随钱吧 兜里还没有现金 我就行着 把那五百块钱就那么低了 这个我也不要了 我把那欠条 当你们俩的面就撕了 对不对 我这人说话就算数 说死就死 你接下来 我踏不去你的人情 把钱给我拿来 这剩五百的 我还不到剩五百的 走开 我不欠你五百块钱吗 我给你 刚才你不说了吗 我有病了 你来看看我 再给我五百 是不是扯平了 不是啊 不是等会儿啊 我我怎么没划过这个拐呢 你这没明白到底是咋个事呢 你这还有啥不明白点 老三呢就这么回事 你把钱给我 你说不清楚 我们家是不是欠你五百块钱呢 好 把这钱呢还给你 对 方才你说了 你兄弟有病 你不想花五百吗 就这么的 等等等等会儿 我给你捋一下 捋一下啊 你们家欠我五百块钱 还我了 就是这五百 是不是 对 好 我记住 先放点 我来看我大哥来了 我得给他随五百 是 不 等等等等会儿 这个事得这么办 这天堂得干 一下又 欠块银 谢老三 看病水里五百元 我给你写的欠条 你 那个 别生气 老秦大 病啊 都从气上得的 你个 你们俩保重 你 再见 谢老三 你什么玩儿啊 行 勤算的 你真行啊 你算着来 算着去啊 一分钱被收着 把五百块钱 就搭认去点 都愿意 就愿意 哎呀老秦桃 你又不能咬病了 老秦桃啊 你会真咬病了 老秦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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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